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第七边 中央苏区的中期 第三章 开除党籍与再被重用 A 种下了一个祸因 福建方面 自东陆军新权战役击溃19陆军61师后 中央领导同志均认为中央苏区东面的威胁已告解除 但南面广东国军常向苏区劲扰 即应早为预防 5月1日军事委员会拍给我一封电报 大略如下 1. 东陆军总指挥部撤销 2. 公储调任粤干军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 3. 模范团扩编为红军22师 仍由公储兼师长并兼政委 4. 公储兼任江西省政府军事厅长 5. 中央警卫团调回瑞金 归还军事委员会直接指挥 6. 原任粤干军区司令员兼政委张云义 调任红军总司令部作战部长 7. 闽西之军事 移交由福建军区司令部指挥 8. 新权防务由九军接替 我在福建新权区接到这个电令 立即将新权防务交与第九军 于5月2日率部经常厅锐金转赴慧昌之军门领接受新任务 并将模范团整编为二十二师 粤干军区成立于1933年2月 第一任司令员兼政委张云义 是和我创建红旗军的老同志 我们之间除了有革命同志的关系外 还保留有人性与生俱来的纯洁情感 过去红旗军军长是由他移交给我的 现粤干军区司令也是由他移交给我 他见我到来 高兴万分 他以三天的时间 告诉我有关粤干军区的一切情形 此外 他对我说 中央军事委员会 为了确保苏区的安全 本军区敌我对峙400余里的正面 需构筑100个以上的碉堡 以资防守 关于碉堡之选定及构筑计划 本部参谋处已拟有具体方案 但尚未开始施工 请以严格督导地方党政军同志迅速进行 免被中央责难 我听了他上述的一切 深深地感觉到今后任务的艰巨 但既已奉命前来 唯有努力以赴 成功失败 均非我所能寄集的了 但因梁广仍在联合反对南京政府 对搅供军事采取了攻势防御的战略 他们除固守全县碉堡据点外 仅派小部队向苏区骚扰 维持着相持的战争状态 在越干军区任内 我的作战任务是 对抗十倍于我的越军 以保卫中央苏区的南面 要完成这个艰巨的任务 我的战略应采取首势进攻 以抗拒越军的攻势防御 根据这个战略原则 我的作战计划 一 以原有之独立团 赤卫军为守备军 依照既定堡垒防御线计划 固守阵地 并加紧动员人民 迅速完成碉堡构筑计划 以立防守 二 二十二师为突击军 以清晰为基地 经常进出巡屋安远地区 积极袭击敌人 及打击敌人之挺进出击部队 三 加紧充实及调整各独立团 分区守备各据点 我主持的越干军区 就是根据上述计划施行 由五月至七月末 经过的战斗如下 一 重石宝战斗 守军是越军第一师之一营 五月中旬 我二十二师以三十个便衣官兵 携带短枪 趁虚期混入重石虚内 外攻内应将重石宝攻陷 越军突围而走 伤亡五十余人 被俘二十一人 缴获步枪二十三支 二 龙岗战斗 守军是越军第二军 第四师教导团一个团 我二十二师于五月下旬夜席 攻入龙岗 巷战一小时 越军仓皇突围 向巡屋县城逃去 避敌十八人 缴获步枪十五支 三 城江伏击战 越军第三军之一部 与我军夜席龙岗后 西徒对红军报复 由巡屋向盆古岸进攻 我二十二师刚好在城江游击 珍惜越军动态后 当即埋伏于城江以北山地 待敌接近时 突然向行进中之越军突击 战斗达两小时 避敌军官兵约五十余人 缴获步枪四十余支 轻击枪两挺 时间是六月上旬 四 清晰战斗 越军第三军两个团 向清晰我二十二师搜脚 遭我军伏击 苍茫逃去 伤亡约有百人 一师三十余巨 我军缴获重击枪两挺 步枪三十余支 五 龙步战斗 七月间越军第一师之第三团 趁龙步虚期 效仿红军公重石宝的故技 以一步化妆潜入龙步虚 对我独立第六团突袭 我独立团损失步枪五十余支 被拂去二十余人 上述五次战斗中 仅有七月间龙步虚支 独立第六团被越军突袭 遭受损失 其余四次军获胜利 可是这一次的挫折 便成为我以后被撤职 处分的罪状之一 可见中共对干部的刻薄了 预知后事如何 且听下回分解